继续读威尔杜兰特论康德 4.实践理性批判 如果宗教不以科学和神学为基础 那它以什么为基础呢? 道德 神学基础不是很可靠 它最好是被丢弃或者被摧毁 信仰必须非置于理性的领域之外 所以宗教的道德基础必须是绝对的 不是从可疑的感觉、经验 或是不确定推乱中来 不受可能存在错误的理性的参合 它必须通过内在自我的直接直觉和直觉获得 我们必须找到必然普遍的道德 鲜艳的道德准则必须同数学一样绝对确定 我们必须证明纯粹理性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它能够独立于任何经验决定医治 道德感是内在的 不是来自经验的 我们需要道德命令作为宗教基础 道德命令必须是绝对的 无条件的命令 现在我们的经验里最令人吃惊的事实 就是我们的道德感 那是我们无法逃脱的感觉 面对诱惑时这种感觉告诉我们 这或者那是错的 我们或许会屈服 但是这种感觉依然存在 早上我们下决心改正 晚上我们又干存事 我们知道那是存事 会再次下决心改正 是什么时我们产生懊悔和改革自新的决心 是我们心里的绝对命令 是我们良心无条件的命令 它就像行为准则 通过我们的意志 变为普遍的自然法则 不是理性 而是当时活跃的感觉告诉我们 要避免做出这样的事 如果人们都这么做 社会生活将难以为继 我期待通过一个谎言 走出困境吗 一方面我想要撒谎 但同时我绝不希望撒谎得到普遍认可 因为如此一来就没有可信的诺言了 因此感觉告诉我不能撒谎 即使撒谎对我有利 谨慎是有前提的 原则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时就诚实 但是我们心里的道德准则是无条件的 绝对的 一个行为的好坏不是看其结果 也不是看它是否明智 而是要看它是否遵从了内在的责任感 这种道德准则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个人经验 它断然而鲜艳地规定了我们过去 现在或是将来的所有行为 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绝对善的东西就是一个善良的意愿 也就是尊重道德准则的意愿 不考虑它对我们的利弊 不要考虑自己的快乐 要履行你的义务 道德本不教我们如何幸福 而是教我们如何无愧于幸福 我们应该给别人带去快乐 面对自己 则要追求完美 无论追求完美能否给我们带来快乐 给别人带去快乐 让自己变得完美 就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 都把人当作目的 而不只是手段 无论这个人是你自己还是其他人 我们能清楚地感觉 这也是绝对命令的一部分 遵循这样的原则 我们就能很快实现理性的理想家园 我们需要做得仅仅就像自己 已经是这个家园的一份子那样去行动 我们必须将完美的准则 应用到不完美的世界里去 你会说这很难 因为它将责任置于审美之上 将道德置于幸福之上 但是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从野兽向神转变 同时要注意的是 对于义务的绝对命令 至少说明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 如果我们不自由 那我们就无法生成义务的概念 理论理性是无法证明这种自由的 我们是在道德选择的危机中感觉到它的存在的 我们觉得这种自由就是我们的内在本质 是纯粹的自我 我们能感觉到心灵自发的改进经验 选择目标 只要我们一行动 我们的行动就会遵循既定的不变规律 因为我们经由感官看到了结果 因为感官给我们传说的东西 都传上了心灵制定的因果律外衣 然而我们超越了自己为理解经验世界制定的原则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股力量的核心发动者 以一种我们无法证实的 却能感受到的方式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同样的 我们无法证明我们是不死的 但我们能感觉得到 我们认识到生活 不像是人们挚爱的话剧 在话剧里 每个坏人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好人也会得到好报 我们每天都感觉到了毒蛇的智慧 比鸽子的温柔有用 小偷偷惯了就会更加为非作歹 如果时效和利益是美德 太过聪明了反倒不是好事 即便如此 当这些事实不断地在我们脑海里出现 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正义的召唤 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通拳打变 如果我们心里没有感觉到今生今世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今生今世的梦只是一个新生命的前奏 如果我们不是朦胧地知道在将来更长久的生命里会再次实现平衡 如果我们不知道滴水之恩会得永泉相报 那么这种是非感又如何能存在呢 最后 同理 上帝是存在的 如果责任感包含并证实将来必有回报的合理性 那么不死的猜想就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去证实 换言之就必须承认上帝的存在 理性无法证明这一点 支配着我们行为的道德感高于针对感觉现象的理论逻辑 理性让我们相信在对象背后存在着公正的上帝 我们的道德法迫使我们相信这一点 卢梭认为 心中的感觉凌驾于脑海中的逻辑之上 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帕斯卡认为 心灵有他自己的理性 而这种理性是大脑无法理解的 这也是正确的 第五 论宗教与理性 这现在臣服胆小保守吗 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 这种对理性神学的大胆否定 这种废弃宗教代致以道德信仰和希望的主张 引起所有信仰 传统宗教的德国人的抗议 面对四十个牧师力量 比面对于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需要更多勇气 他勇气十足 当66岁发表判断力批判 69岁发表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时 他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勇气 在这两本书的前一步里 康德又回到了从图案设计出发的观点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 他曾否认这本书 不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 他开始将图案设计和美联系在一起 他认为美的事物就是能够展现结构的对称和统一的事物 就像是精心设计的文 他认为凝视对称的图案能给我们带来纯粹的愉快 真的这点舒本华在他的艺术论里做了充分发挥 因为美的本质而喜欢美 这是善灵的性征 自然中很多事物都展现出这样的美 对称和统一 我们几乎相信这是超自然的设计 但是另一方面 自然中也存在着很多废物和混乱 很多无用的重复和累赘 自然保护了生命 却付出了多少痛苦生死的代价 所以外部的设计并不能最终证明上帝的存在 神学家应该抛弃对上帝身心不移这一个概念 而完全否认上帝的科学家则该利用它 它是一大线索通往无数启示 毋庸置疑 图案设计是存在的 但是它是内部的设计 是整体对部分的设计 如果科学在理解一个机体的部分时 赋予了它对整体的意义 那对其他的启示性原理就起到了平衡的作用 生命的机制概念 它对发现也是意义非凡的 但是如果只靠这个概念本身 甚至无法解释一片草的生长 对于一位年以69岁的人来说 写出那样一篇论宗教的文章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或许是康德最为大胆的一部作品 宗教不是建在理论理性的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带有道德感的实践理性的基础上 宗教认为圣经或任何起书都必须有道德价值来判断 它本身不可以作为道德行为的评判标准 教堂只重视种族的道德发展 当纯粹的教条和仪式从道德里夺取了宗教判断的权利时 宗教就消失了 真正的教堂是人民的社区 尽管分散 但因为共同的道德准则而团结在一起 耶稣为建立这样的社区而活 也因此而死 他想高举真正的教会旗帜来对抗法利塞人的教会 但是没能成功 耶稣是天堂离我们更近 但他却被误解了 上帝的天国没有建立起来 却建立了牧师的王国 信条和仪式再次取代了我们的美好生活 人们没有因为宗教而团结在一起 而是归属于不同的宗派 虔诚的胡言乱语被误导为一种对天庭的礼拜 通过他对上帝谄媚就可以得到好处 奇迹不能证明宗教 因为我们不能依赖支撑奇迹的誓言 如果祷告是为了终结所有经验的自然规律 那肯定是徒劳而无功的 最终宗教成了反动政府的工具 原本连宗教信仰的希望来抚慰和引导受难民众的牧师 也成了神学蒙昧主义和政治压迫的工具 这些结论如此胆大 是因为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在普鲁斯 1786年菲特列大帝去世后 继位的菲特列威廉二世认为 先帝的自由政策对国家不利 有点法国启蒙运动的味道 在菲特列大帝时期 担任教育部长的泽德里茨被解雇 接任他的是 千镜派教徒沃尔纳 菲特列大帝曾形容他是一个奸诈阴险的牧师 他的时间都花在炼金术和玫瑰十字会宗教奥秘上 他为新上任的君主 在强制恢复正统信仰的政策中 充当卑贱的工具 因而获得权威 1788年 沃尔纳颁布了禁止在学校或大学 传授背离路德新教正统形式的任何思想的条例 对各种各样的出版人物设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 任何牧师若有一教嫌疑会立即被解雇 起初因为康德年事已高 而且菲特列威廉二世的一位忠诚的军师告诉他 很少有人会读康德的书 而且他们的也读不懂 所以没有迫害康德 但是康德论宗教的文章很容易读懂 尽管通篇都洋溢着宗教热忱 但还是因为比较太像福尔泰而未能通过审核 柏林月报原本打算发表这篇文章 但最后被迫放弃 年近70岁的康德仍充满勇气和活力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 他将文章送到耶娜的几个朋友那里 通过他们由当地的大学出版社出版 耶娜不在普鲁士的控制范围之内 由当时正关怀着戈德的一位思想开明的魏马公爵管辖 结果是1794年 康德受到了普鲁士国王一位深长的内阁命令 我们的最高统治者看到你这样滥用哲学 来诋毁和破坏圣经及制度教中的最重要 最基本的交易感到非常不快 我们命令你立即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此外将来你不可再冒犯神灵 你应该尽你应尽的日务 应用你的才华和威望帮助我们的国君实现他们的意愿 假如你继续违抗命令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康德在他的答复中写道 每个学者都有权利形成自己对宗教的判断 并有权告诉大家他的观点 但是在当今国君的统治下 我还是选择保持沉默吧 而对这样的命令 一些勇敢的传记记者指责康德就此却步 但是我们知道康德已经70岁了 他身体虚弱 无法发起挑战 况且他已经将他的信息传达给世界了